我个人吃素 如果请别人吃饭 别人不吃素 可不可以请他们吃婚 请他们吃婚有什么不好 请指教 那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像师父上人也曾经讲过 他怎么度他的母亲的呢 因为师父是1949年 离开大陆到台湾了 跟自己的母亲失散 一直到八十年代 中旬 八五年吧 才能够得以在香港 跟他的母亲重新见面 你看几十年了 母亲看到儿子出家了 心里有点难过 已经既成事实了 没办法了 母亲不学佛吗 香港看师父上人 师父让人请他吃饭 好好的照顾他 让母亲生欢喜心 尽孝 母亲喜欢吃鱼 怎么办呢 师父上人呢 就让人呢 去市场买鱼 做给他吃 吃饭 饭厅里面 满桌子蔬菜 专门有一盘是给他母亲 鱼 结果吃了几天之后 他母亲看到 其他人都不吃 就他一个人吃鱼 他也不好意思吃 回家以后我就吃素 后来学佛 念佛往生净土 他老人家往生前夕 1995年 我妈妈还带我去上海 那时候打个佛妻 同修呢就带着我呀 就到徐教授家里去坐 就是我们师父 上人的弟弟 徐叶华老教授 他在上海住 我就上他家 那时候老 那老母亲还在 徐教授告诉我 他在里头念佛 拍着这个椅子的背 椅子的那个扶手 念一句佛拍一下 自己说 念阿弥陀佛的 那我说不要打扰他了 后来没多久 他就往生 你看 师父上度了自己的母亲 这就叫横顺众生 随喜功德 如果硬要他不吃肉 那母亲会伤心呢 难过呀 几十年没见面呢 儿子就让我吃这个 青菜白萝卜 是吧 心里难过呀 儿子尽孝 母亲欢喜 欢喜了就容易学佛 就是对母亲可以这样 对你很清静的人 应该这样 如果对外人 很久都没见过一次面 也不是常聚会的 那就没必要 像我跟这个 原来在工作的时候 同时请我吃饭 我就叫素食 他们吃他们的荤 我说这咱们一作两制 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作两制 你吃你的荤 我吃我的肉 我吃我的素 我请别人吃饭 也是 他们也知道我吃素 也能随顺吗 那么通常 我请别人吃饭 都是请吃素 你要不能吃素 那就别来了 其实 人与人之间关系 绝不只是在饮食上 而已 不能用饮食来交朋友 用饮食交朋友 叫什么朋友 酒肉朋友 咱们不叫酒肉朋友 君子之交 互相都能理解 咱们不叫酒肉 感谢观看